今天本來打算要講兩個project 可是我發現他這個網站裡面的資訊量蠻大的 我就盡量把他想要表達的東西盡量完整的表達出來 這個東西在我在看我是覺得我是在學英文 與其說我在複習這些基礎的東西 比較多層面是在於學英文的部分我覺得也不錯 然後我們就開始 他的第一個專案主要是講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 Xcode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包含一些工具視窗怎麼叫出來 他都講得非常的詳細 簡單的做一個可以看圖片的小型APP 這樣子 好那我們從第一個setup開始 我講話聲音可以 然後如果有東西局部看不清楚 我可以放大給你們看 這一招最近才學會 用Mac用那麼久 這個東西最近才學會 好那就快速了 有一些重點的地方我會特別提 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東西 我就快速的帶過去 建立專案的部分 傳回Xcode建立專案有沒有人有問題 真的有 天啊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重頭 局部放大要先重 好吧 既然不小心 講了這個東西 就 拿那個 別的大大膠的東西 我就再來賣一下好了 雖然說我忘記它在哪裡 等一下 縮放 這邊有一個捲動手勢搭配 跟那個變更鍵來縮放 那你這邊可以放 你要按哪一個快速鍵 然後再加上你的 那個 Touch Touch的部分還是用你MH mouse去推 那你像我現在只要壓住Ctrl 然後去推滑鼠它就會放大縮小 OK嗎 在這裡 輔助使用 然後 縮放 OK 好的 那再來 建立專案的話 這邊 你們看不到嗎 喔 看不到 這樣子這個東西可能只有真的在投影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們是接投影機的話 你們要做 用Mac做檢照的時候就比較實用 可能 Zoom它沒有吃到這個東西 OK 建立專案的話 第二個項目 第一個是Program 就是讓你做一些簡單的程式碼測試 那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專案 第二個 那一般的話 我們建立APP都是用第一個 第三個的話 這三種它的 樣板 它是幫你做好一些 特定的樣板的 可是 一般性的話 我們用比較自由的方式 會用 single view的方式 來建 然後這篇文章的部分 我就從文章去帶 就是這個導讀 我們就從文章帶 它這邊有講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organization的 identify的部分 就是你的 一般來講是 如果你有在團隊或者在公司的話 你會有你們自己的domain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會有你們自己的 那像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domain的話 你可以 它這邊就說 你可以保持它原本的 com.example這樣子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為了避免你 下面這個bundle identify 也就是說 也就是你那個未來可能會做為 APPID的東西 不要跟人家重複 所以會 才會想說 用domain做為 這叫做前置字 叫prefix prefix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你有專屬的domain 然後再加上你的專案名稱的時候 你的 identify 才不會跟其他的人 或其他團隊重複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呢 你可以隨便取一個 像是你可以取 comp.你的英文名字 或者是 tw.你的英文名字 都可以 無所謂 那盡量就是不要用 我是覺得盡量是不要用預設的 它這邊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不會的話 就可以用預設的關係 但如果你是自己跑的話 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邊的話 他們是用那個 comp.hackingswift 那你也可以自己想一個 自己想一個 那project name的話 它是用那個 它這邊是用project1 可是我不要 我要用那個 因為project1有點太模糊了 hackingswift p1 下面的設定的話 團隊名稱這個 隨便你打 你想要打你的名字也可以 你想要 打一個任何的東西都可以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 你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開啟Xcode的話 你的team 這邊應該是一個按鈕 跟我不一樣是 我的是已經有登錄了 所以我的是下拉選單 如果你還沒有在Xcode 登錄你的Apple ID的時候 它是一個按鈕 它叫做add account 那如果你還沒有登錄 你就先登錄一下 你才可以看到這個下拉選單 好 這個東西會自動產生 但是你後面可以改 這邊不給你改 那個bundle ID這邊不給你改 但是你後可以自己改 我們有 SWIFT的語言為主 不要選到RBJC 有時候應該現在 新款的 那個Xcode應該都是 預設在這個項目上面 就是怕有人這樣子 看到NEX 藍藍的很 很不住就會很想去點它 所以 這邊稍微 可以強調一下這些選項重要性 那這邊的話 Device的話 網站上面的demo是用Universal Universal的意思就是 這個App同時可以支援iPad跟iPhone 那當然你可以單組支援iPad iPhone 對 看你開發專案的需求 那我們這邊先照它的 照它的範例來做 好 important這邊有寫 他希望你在做這些 狀案的時候把 那個cordata跟 unitest跟uitest 都先不要勾選 避免混淆你在 看教學的時候 它的 左邊的那個 檔案 會比較混亂一點 判你們點錯 那這樣子的話 開起來的狀案是最單純的 就是只有一個project而已 如果你有勾下面的東西 勾下面兩個include 他會多 兩個測試的target出來 那這邊記得 在看它的教學的時候 建立狀案的時候 這些東西記得要看清楚 我是覺得他講得很仔細啦 只是 只是 資訊量真的蠻多的 有時候一大篇文字 才會有一張截圖 所以 要看這個 教學我覺得需要一點耐心 那就接著下去 開起來 它會叫你存在某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我稍微提一下 你只要知道你要放在哪裡就好了 你不要把專案名稱也建進去 不然你的資料夾會很多層 以我的例子為 以我的專案放法為例 我是放在我的Document下面的 workspace裡面的iOS專區 你不用管你的專案要叫什麼名字 你要取什麼資料夾不用 你只要選好你的 workspace 它就會自己在你的 workspace裡面 建好你的專案 然後 這邊 這個 這個 沒有這個嗎 Document 往這個往下拉 按到你的名字 然後 你還是應該可以找到Document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子拉到旁邊去 就有Document 往下拉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名字 然後 然後 選到Document 對 那是Home的意思 Home底下的資料夾沒有隱藏的都看得到 然後我是習慣建過Space 因為我搞的事情很雜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全部都 我都有在碰 對 所以我會 我會再分一個iOS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所有的iOS都在這裡 那Git這邊建議打勾 因為這個畫面 上面沒有 它就直接跳到鍵好了 那這邊 就是這個東西建議打勾 為什麼呢 因為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比較容易把專案玩壞 就 譬如說 不小心把MainStore 砍掉了怎麼辦 不小心把 那個 幹掉了怎麼辦 之類的 我們可以透過Git的部分 幫你恢復到 你剛建好專案的樣子 或者是你完成一個步驟 你覺得 可以有跟範例寫的東西一樣 都可以跑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Git的方式做Commit 你可以註記 你說現在完成到第幾個 就是 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做Commit 然後 至於要怎麼跳回來 那個是Git的事情 我們先講怎麼Commit 剛建好專案 我會先做一個Commit 很簡單 在Xcode的介面上面做Commit很簡單 完全不用大家指令 Xcode的工具裡面本來就有Git 你把Xcode裝好 你的Commit內就會有出現Git的指令了 所以你不用另外再裝Git 雖然說我如果有裝那個 HomeBroad的話我會 好 這邊 Source Control 叫做原始碼管控嗎 原始碼管控 然後點Commit 提交 但是你要前面要勾選那個 那個 那個 Git的那個 GitRepository那個打勾 才會有剛剛那個直接提交 不然你要另外建 那個是 以後有空再一個一個再講 我們先帶這個 然後這邊 那個Message一定要打 所以我就做 做一個很明確的說 我現在做什麼要Commit這樣子 建議也是大家在做Commit的時候要注意這一點 好 介紹一下工具區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這邊一大串 就是跟你說 這裡 可以選擇你要測試的 裝置 如果你有插iPhone或插iPad的話 上面這個 No device 就會變成有東西 就會變成有東西 我找一下我的線 一小小小 如果第一次插iPhone上去的話 他會先跑一段時間做一些 設定的東西 就是他會跟 跟你的Apple ID做一些資訊的同步 會跑比較久 那你的這個區域 我看一下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你會看到有一條藍藍的在跑 你就等他跑 會跑一段時間 大概十幾到二十幾分鐘不等 那你就 稍微 稍微那個 有耐心等他一下 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方法 那第一次接的話 已經會跑一段時間 那現在我接上去 你就會看到 我的硬體可以找到 如果測試期間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選 用模擬器會比較快 如果你的 你的電腦記憶體是夠的話 用模擬器是比較有效率的 除非你要測一些GPS的東西 你要真的去外面 跑一些實測 指令級 我覺得8G會比較夠一點 因為你系統 騎起來就可能要吃掉 3、4G了 你在跑一個模擬器 你的電腦要變得很慢 那個 比較進階一點 Debug那邊 對我是覺得 對啊 那個 教條的部分 ViewSetting的部分 ViewSetting的部分 可能 之後比較 進階的話 我們再來講 我們先講一些 比較基本的東西 我們先知道怎麼View 對啊 如果你開發了差不多一兩年以後 你就會覺得 最好還是16G 比較安心 我的配置是這樣子的 那這邊可以選 目前 目前還有人用 11年以前的MacBook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直接用Mac mini 接桌上電腦的 沒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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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考慮入手 11年以前 可以升級 可是10年的 你只能撞到8G OK 這個要注意 對 你的 如果你入手 2010年的Mac Mac Pro的話 第一個沒有Retina 第二個 不能升級 RAM到16G 這兩個點 你要注意 然後 11年的 這邊 稍微提一下 一個注意 就是 11年以後 Retina以後 RAM都是焊死的 RAM都是焊死的 不能 升級 所以 RAM要一次到位 那 那個硬碟的話 你可以挑一個 至少 256 我覺得至少 256 然後有 有一點閒錢的時候 你再去找 管道升級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256 你可以用到 用到退役啦 你把一些 那個 download的東西 不要 是這樣嗎 我記得 我記得Retina之後 就全部都焊死 沒關係 那個已經不可考了 好 我會提 那個Retina的原因 是因為 這邊 模擬器全部都 幾乎都是Retina的 那 如果你用一般的螢幕的話 你可能 手機 你挑到 iPhone 7s 7的話 你的手機 會比你的 電腦螢幕 你的模擬器 會比你的電腦螢幕還要大 所以這邊 如果你有外接螢幕 或者是用mini 外接螢幕 或者沒有Retina的螢幕 你可以選小一點的 所以說這個應該還是會比你的螢幕還大 等一下我們再講怎麼說放你的模擬器 我習慣是6s 我習慣 預設的 測試平台是6s的size 聽說8又要搞出一個新的size 是不是 那這邊的話 跑跑跑 他還在跑 跑出來了 第一次 第一次跑會比較久 你會看到一整個畫面是黑的 然後一顆 一顆白蘋果 然後下面有一條棒在跑 那是正常的 你要等他一下 第一次跑都會比較久 那這個 因為我說我習慣用6s 為什麼 因為我6s已經初始化過了 所以 我每次跑 只要大概剛剛那幾秒鐘 他就跳出來 一瞬間而已 畫面是白的是正常 因為我們什麼都還沒做 就像 就像 這邊教學一樣 吹過來的東西就是白的 不要怕 沒有事 好 這邊稍微講一下快速鍵 首先 CMNR 不是CtrlR CMN是你空白鍵旁邊那一顆 空白鍵左邊右邊都是CMN 你看你習慣壓哪一個都可以 然後加R R不用大寫沒關係 就是CMN加R 他就會RUN 他就會先B然後把它RUN出來 那真的RUN出來的時候 他會直接把你的摩擬器 拉到最前面 你不用去特別去點摩擬器 他會自己跳出來 如果你發現 你等了一分鐘 他還沒跳出來 然後這邊又沒有藍色棒子在跑 啊 哪個 這個嗎 這個不是啊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導讀的那個 Hacking Swift 它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教學 那他講的很詳細 只是都英文 所以我們用導讀的方式 那我盡量把他想要表達的東西 表達給你們 重點 因為他蠻多 其實也是 很像在聊天一樣在寫文章 這個我也是要多看我去學 想要多了解一下人家怎麼寫 所以我這一篇我 很完整的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 快要掛掉 好 下面他可以停止 停止的按鍵 卡麵加點 這個點不是標點符號 這個點是他的快速鍵 所以是卡麵加點 我們按一下卡麵加點 然後我的模擬器就回到桌面 因為我把它關掉 我們可以實際上試試看這些東西 算是說我通常都是按卡麵R 然後 要停我都直接按這一顆 然後這邊會有一段是 如果你們 第一次測試 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你一次卡麵R以後 如果你沒有先把它停止 你又按一次卡麵R 它就會有一個確認視窗跳出來說 你要不要重新run你的APP 大意是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去勾選這個 Don't show the message again 那個核取框 你沒有勾的話 你每次 只要你忘記先停止再run的話 它每次都會跳出來反應一次 所以他這邊建議是把它勾起來 好 這邊有一個 這邊 這邊作者也就小小抱怨說 你們看文章都 都不看仔細 我叫你們download有沒有 叫你們去這裡 嘻哈 他說要download 要download 所以 所以你要去點這邊 Cloud Download 然後這邊有個 Download Zip 點了以後 大概下載一個Zip檔 我已經下載過很乖 因為 我不下載我沒辦法複製它的圖片 很麻煩 下載下一個Zip 然後解開就是這樣子 然後點開 一堆狀案 為什麼它要你下載這個呢 等一下我關閉一下 它所有的專案都在這裡 你也可以直接看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是Follow它的東西做一次 那盡量是每一行一行一行是慢慢把它看完 它下載下來的話 它這邊 這邊我比較 需要請大家注意一下就是 它這邊文字上面沒有寫得很清楚 它說叫你去找一個 project1的folder 然後裡面還會找到一個叫project1的folder 裡面有一個叫content的資料夾 事實上如果點了project1 再點project1裡面並沒有content 並沒有content 後來發現應該是它筆物 應該是project1 files 點進去你就會發現有content 這邊它可能有點筆物的地方 點進來有素材 那我知道如果有寫過的 有寫過 已經有寫過iOS經驗的同學 可能就會很 可能就會很聰明的點了這個set XC Assets 然後把圖片全部拉進去 但是這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我以為要拉到這裡 結果它的教學不是 它的教學要我們把這些圖片 拉到專案裡面 專案裡面你要放在哪裡都可以 它這個只是排序問題而已 你拉到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 只要是在這個 只要是在這個資料夾底下就可以了 放開 好這邊選項要看一下 第一個特別重要 Copy item if needed 就是如果你這些東西 沒有在你的專案資料夾裡面 它會複製一份到你的專案資料夾裡面 避免你的專案 搬移的時候這些檔案官員不見 這個很重要 那這個 Edit Forwarders 這個東西在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不是拉資料夾進來 所以沒有差 這個沒有差 這個直接 不過如果以後你們要拉一些資料夾進來 比如說人家Library進來 建議是選第一個選項 那下面Target 因為為什麼我們一開始不選那兩個 Unit Test跟UI Test 因為這樣我們Target很單純 就不用選 它預設就是勾兌的 就Finish就好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雖然這個他沒有要講 我稍微講一下 你有看到A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Git不是可以卡密嗎 A就是自從你卡密以後 有被編輯過的東西 M就是你 自從你卡密以後 有被編輯過的東西 如果出現問號就是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東西 就是你要決定你要是 要把它移除掉 還是要再A進來 那個是跟P的相關 我們就先看到這兩樣就可以了 好 拉進來這邊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講話太快 因為我內容蠻多的 我怕講不完 所以如果我講話太快的話 要跟我講一下 他這邊這一段的大意就是這樣子 可惜 可惜 OK 稍等 我錯了 其實我剛剛做錯一件事 我們把這些東西砍掉 因為 因為 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教學是要我們把 content整個資料夾拉進來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要我們順便了解 group的那個東西 拉進來 這時候點Finish 你就看到一個黃黃的這個東西 就是group 那group的話 在專案裡面 他不是一個實際的資料夾 去看專案裡面的內容 他還是有建立資料夾 有有有有有 我記得事情不會 沒關係 不管他 這個group的話 是不一定相等於資料夾 譬如說我現在建一個新的group 隨便建 資料夾並不會新增 但是如果從外面拉進來的話 他就會跟著新增資料夾 不過這個地方 他沒有特別提 我們先不要去那個東西 就是他現在完成以後是長這個狀態 第一個進來 第二個有一個content 他這邊有夾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content 只要夾黃色的 如果你剛剛不是選到 選到group的話 他會呈現藍色的 他會呈現藍色的 那這邊正確的話 應該要呈現黃色的 OK 好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設定做完了 好下面沒有東西了 下面沒有東西了 下面這都是廣告 好 不要亂點 直接點這個 這邊 他的文章都是這樣 最後面會有幾個廣告 那個沒差 如果你不想看廣告 你可以買他的那個電子書 好 因為我們第一個步驟完成了 所以習慣性呢 我們做一個commit 我們做一個commit 他叫做什麼 setting up 這邊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做一下commit 做一下commit 可以備份你的 應該說等於是可以幫你扣留一個底 避免沒有玩完完完 前三個步驟都玩得很好 然後第四個步驟玩壞 怎麼辦 我們有做commit 就有辦法回到第三個步驟做完的時候 好 這邊第一段呢 很長的這一段 第一段這邊只是跟你講 他提供的圖片 是完全可以合法免費使用的圖片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沒了 然後下面呢 他這邊主要是 這一段主要是在講那個bundle的概念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一起講 這個先跳過 講一下好了 你的整個 這個 target 一個target 到最後他會包成一個bundle 這個target會包成一個bundle 那bundle底下的檔案就是他會全部 可以直接從bundle裡面去assess到 如果你用group的話 他就是 等於是在bundle的根目錄就對了 如果你用fold的話 他就不會在bundle的根目錄 然後呢 好 先講call 這邊翻譯起來是蠻 蠻煩的 我們打開那個 view control 這是預設的 綠色 X2 建立新專案的時候 他會給我們的東西 一模一樣 每一個專案 每一個建起來都長這樣 就有一點不一樣 就 大家上面的這個名字不一樣 然後建立的時間不一樣 名字不一樣 其他的東西 這個你的專案名稱不一樣 其他的都一樣 第一個檔案 大家都長的 都差不多差不多 下面的內容之外 就一模一樣 好 下面說明 這邊有沒有人對 我想要了解一下 對那個 物件導向完全不了解的人 多不多 現在有24個人 講繼承 大家有沒有人沒有概念 沒概念的加一 我看一下多不多 好 很好都有 不給你們機會 OK 好 因為太安靜了 我以為我斷線 好 我們只要看到UI開頭的 全部在 用UI開頭的 就是我們內建的那個 iOS的SDK 還有一個東西叫 UIKit UIKit裡面包含了 幾乎所有的 我們會用到的 介面的東西 就是所謂User Interface的東西 它包了很多 那你有時候建立一個 對 繼承差不多都長這個樣子 不過像 Java它是有分成那個 實作跟繼承 可是Java的 第三方套件 你說Swift嗎 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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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多 當然也是良用不齊 那至於 至於挑選套件的部分 當然是寫到最後面 當你越來越有經驗的時候 可以去 分辨一些 該用不該用的 然後專案適不適合 也有一些專案是不適合 用外部插 外部套件的 你就看專案的屬性 那初期開發的話 當然是 要快速開發 或者說 Moto Typing的話 怎麼去裝那個 外部的 Package 就都隨便 那至於怎麼裝 Package 那又是另外的事情 好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繼承 我們第一個 Controller 這個蠻容易混淆的 因為他預設Controller 他不跟你寫一個叫做 RootViewController 什麼 他就直接跟你叫做 ViewController 然後如果你今天要寫一個 自己新的class 我想要 繼承 我要繼承 UIViewController 譬如說我要寫一個叫做 ABC ViewController 結果 就會蠻多人 不小心寫成ViewController 事實上我們應該要繼承的是這個 你說提示嗎 提示的話 第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 叫做Sleep 不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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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設就有了 如果你打了 打了沒有出現的話 按ESC 按ESC 如果你打打打 好 如果突然間有事跳出來 它就不見了 慢 ESC 它就會再跳出來 好 這個是Sleep 它就有一個快速的程式碼區段 然後你可以去寫 ABC VController 這個提示都是自動的 但是 有的 有內建的 而且你可以自訂 底夾 右下角 第二個標籤 內建的通通都在這兒 這樣 Code的字會不會太小 我突然間想到 我有一段時間是沒有遇到Xcode的Bug了 居然不會太小 不是吧 好吧不會太小就這樣 因為我習慣看這樣 我比較習慣看小字看大字 我不會寫空 好 既然知道它繼承的話 我們裡面會已經有定義好一個 ViewDidLoad 跟 DidReceiveMemoryWord 這兩個東西一個是 其實 Swift裡面 iOS的開發裡面 有一個 立民的大原則就是 寧可樂樂等 也不要看不懂 所以 所以你們從 Function的名字上面 應該很容易看得出來 它是做什麼用途的吧 不行 VueDidLoad 就是我的View ViewController裡面 它會去控管一個View 所以它叫做ViewController 就是View已經被初始化完畢了 才會進到ViewDidLoad 它還有Where 它這個東西叫LifeCycle 那這邊的話是只有發生記憶體 那這邊也有 那這邊也有 它有那個 View即將要被顯示 View 對對對 很像 就是類似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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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LifeCycle 那這邊的話是只有發生 記憶體 你的記憶體快滿了 它才會跑出警告 那這邊的話是只有發生記憶體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的話 除非你的 你的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被釋放的 不然的話 其實 這個東西存在這邊 也是讓你去做一個Log說 你的記憶體超窄什麼 對啊 譬如說你有一個可有可無 但是 像快取Cache的東西 因為有些Cache在運作中 可能 你還可以利用 你不想要把它Release掉 但是當你的記憶體快滿的時候 它會去呼叫這個Function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把你一些Cache的東西 Cache在記憶體裡面的東西全部放掉 避免你的Application 避免你的Application Crash掉 如果它 這個Warning過去以後 又再 不夠的話 它就會Crash 那這個 可能會比較進階一點 這邊也都沒有 本篇教學裡面沒有實作這個東西 好 往下 然後這邊有提到Override 你只要看到Function前面有Override的話 表示它的父類別 它的父母親類別 已經有實作這個Function 變成這個是類別 我們就知道這個東西是類別 然後它已經有實作這個Function 有看到Override就是這樣子 我要重新再做一次設定 在我的子類別裡面做 重新的定義跟裡面的流程要重新定義 這邊還沒有講到Super Super等一下會講 加油 這邊的話它也是 這邊就很新手像啊 它甚至跟你講括號什麼意思 非常新手像的教學 程式的話會在括號之後跟括號之前 然後括號裡面的東西要縮排一格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 然後Super的話呢 Super的話就是我要先呼叫一次 就是 如果我的父類別 Mute the Load有做什麼事 而我沒有去呼叫這 Super的話 那父類別 原本做的那件事就會被無視 就完全不會發生 所以避免它應該要有Life Cycle裡面 應該要有的一些工作流程 要跑 所以我要 至少讓Super執行一次 好 下面就是Xcode第一次開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旁邊這一排 12345678910到24 沒有 行號 那非常建議把行號開出來 不管你要截圖也好 你要說明你的code也好 誰在我的畫面上面弄話 對 黑色的SIM 預設就有了 你點 點到Xcode 然後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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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我的英文真的糟糕 裡面的那個 Funds and Cars 第四個 第四個 預設的 我現在選的這個 然後剛剛那個 然後那個SIM你可以去網路上找 很多可以另外裝 這個是開放式的 那個不僅是開放式的 你可以自己裝自己喜歡的 你去搜尋Xcode steam就有了 我是懶 還沒有裝 那剛剛那個 健安問的 沒關係 今天講的就是完全是新手 超新手相 那個 健安問的說 SIP 呼叫一定會被 一定會執行嗎 不管他 這個就是不管你之前做什麼 反正你這邊就是做一遍就對了 就是 我繼承了你的 reference 但是我想要 我繼承了以後 我還是要 至少要執行 就是至少要跑一次你原本的行為 那如果不去做這個 像下面這個都有 他有預設行為的話就會跑 如果他原本裡面的東西是空的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空的 反正 如果是空的他就什麼都不會做 原本什麼都不做 這邊shipper就什麼都不做 如果shipper原本有print1 那我去呼叫shipper的話 我下面什麼都沒寫 他也會print1 這樣OK 好 這邊的教學他的寫法比較像是 也不一定 有的是先講解再寫code 有的是先寫code再講解 這邊的話他是先寫code再講解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跟UI沒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用 為什麼 這邊沒有細講 我們來講一下 在 在那個Swoop的SDK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Foundation 就是基礎的韓式庫都在這裡面 包含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都在這裡面 而 而 UiKit 包含了他 UiKit 包含了他 所以 一旦我們有 import UiKit 就不用再 importFoundation OK OK 好 講解 FIREManager 我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字眼 字眼太明顯 好 沒關係講後面的default 他FIREManager他有點 有一個default的對象讓你去做 就是他已經有幫你做好一個default的FIREManager 你不用自己去newFIREManager 因為如果你自己去newFIREManager的話 你可能要去設定他有的沒有的東西 比如說 一大堆的參數你也不知道怎麼設定 如果設定錯他不一定會跑 那default的話就是他已經幫你生成好了 如果你要寫到進階的時候 你才有需要去 自己new你自己的FIREManager 那如果你 只是單純要讀檔什麼的 你只 用他的default就可以了 喔對 講到這個 前面的late late關鍵字是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這邊寫JavaScript的話 可能會覺得混亂 有寫JS的加E一下 我覺得應該會蠻多人 好 首先呢 居然這麼多人 這個就要很強調調調 OK 我知道很多人了 我很強調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JavaScript裡面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這個late跟JavaScript裡面的const是一樣的東西 在swift裡面沒有const關鍵字 誒 看起來好像有 我看一下 沒有 swift裡面沒有 對 它的late就是const 就是你的 這個fm 它的reference就已經是指定到這個東西了 它不能再指到別的東西 所以我只要去做fm 再去等於一個fireman 我再叫它去 等於別的東西 這個程式就會壞掉 就是錯的 有沒有它就會出錯 因為它是一個 常數 下面的pass就一樣 pass的話我們來講一下 bundle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說bundle的概念是什麼 你這個東西最後會包成一個bundle 這一坨東西 我下面沒有圈到啊 那個手不好 那個手才沒有辦法 這一坨東西會包成一個bundle 那bundle main 你一個專案裡面可能會牽扯到非常多的bundle man的意思就是指 你現在主要運行的那個bundle是哪一個bundle 以我們的app來講的話 這一些東西就是我們的main bundle裡面的東西 resource pass就是 我們這個bundle 實際上在 手機裡面或模擬器裡面運作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一個 我們可以從這bundle上面拿到它的 所在的資料夾 就是這個resource pass 後面有出現一個淨灘號 靜灘號 等一下再講 這邊有個靜灘號 這邊呢 這個東西呢是 應該算 應該大家比較少看到啊 如果剛入門swift的話 我記得主流的程式語言裡面應該也沒有看過 應該也沒有這個東西 指到哪一層 指到哪一層 就是你的application的 怎麼講 它比較類似 它比較類似是跟你的application的執行檔在同一層目錄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有個執行檔EXE 然後旁邊有個檔案叫做abc.png 那種感覺 然後它這個bundle裡面的東西是唯獨的 就是你只要 對 對 如果以那個來講的話 就是以跟你執行檔一樣的 位置 相對上比較像那樣子 然後呢 注意是 我們拉到裡面的東西都是 唯獨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對這些東西進一步做修改 譬如說你附了一個 節省設定檔 然後你希望說 使用者做一定程度的變更以後 他會對那個設定檔做調整 你就要把它複製到一個東西 一個資料夾叫做Document 有沒有意思 好像有 它在那個app裡面會有一個區域叫做Document 這個區域底下的檔案才是可讀可寫 所以如果你有附一個預設設定檔在這邊 你一開始專案出實話的時候就要先把它複製到 我剛剛寫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這個是後面的事情 我們就先提一下就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驚嘆號 這邊有個resource paste resource paste它的類型很特殊 它的類型叫做StringWin號 講到為什麼會有StringWin號這種東西呢 我們就要講到 如果我一個 我一個變數 叫A 它的類型是String 這個有在寫TS應該就很熟悉了 你會發現它有錯誤 當A是一個String的時候 它不能沒有 它不能沒有預設值 它一定要有預設值 所以呢 所以呢 在swit裡面為了有那一種 一開始 宣告的時候 不需要預設值的變數 存在它 特別定義了一個 optional 這個東西叫optional 可選的 就是 一開始我可以讓它是Near 就是AString可以等於Near 又是一個新名詞啦 Near Near 就是Near OK 寫久完就習慣了 好 這邊有看到var 這個var 就是變數的意思 相對於Later 相對Later它是變數 不是常數 Later是常數 好 那如果這個東西是一個String 問號的時候 它就不能被當作是String處理 它要轉回String 方法就是加一個驚嘆號 我們這邊先講到這邊 那更深入的部分 你們先記住說 什麼東西問號就是允許Near的意思 允許Near的意思 那如果要還原成String的話 我們就要在使用它的時候 加一個 驚嘆號 這樣子 待會兒我們還會再出現 好 這邊出現try 資訊量超大 光是三行程式 光是三行程式就有 一堂課 兩堂課 try就是所謂的 Arrow Handle Arrow 就是主要是在抓Arrow用的 就是 對 就是try cache 但是在 我們先把這一段寫成 如果還原的話 我們會 可是在swoot裡面的try cache 不太一樣 為什麼這邊會需要try 因為 一般來講 Io的話 有可能第一個檔案不存在 第二個檔案不給你存在 但是不給你讀取 你的權限不允許讀取那個檔案 它就會產生Error 好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Function的宣告式 只要看到 你看到Function後面有一個swooth 表示這個Function有可能會輸入Error出來 會 跑Error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處理它 try盡探號就是偷懶的try cache 就是 好吧 你遇到錯誤就直接crash掉 的意思 沒錯 就是差不多那個概念 那這邊的話 如果改成問號 你就 這邊可能大家先記兩個東西 就是改成問號就是 你發生錯誤了 你這一段就不要做 就有兩個意思 就是第一個 你發生錯誤了 就直接crash 第二個是 你發生錯誤了 這邊就什麼都不做 侵探號比較強硬 就是要死就死 這樣子 那 不打 語法上不允許你這麼做 語法上的話 我們這樣子講好了 弄另外一個變數 我們這個東西可能是 這邊 不 在 它的array是這樣子宣告的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 array是這樣子 array就是用中括號 把某個型別包起來 就是array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是 key value dictionary 的話就是 用中括號 把某個型別冒號某個型別 刮起來 就是 key value 就是字典 dictionary 好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先介紹 無所謂 那在swoot裡面的try cache比較麻煩 它是要一個do 括號cache 括號這樣子 那try要在這裡面做 那因為它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 這邊就可以try fm.contain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bring 它就會自動產生一個 arrow物件出來 完整的try cache 是這麼寫的 當然還有更多 很多詳細try cache 可以講一節課 我們先看一下大概就好 可以嗎 所以 為什麼它選擇在這邊先不講try cache 因為它後面有章節講try cache 好像有 記得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用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們確定 我們確定 main resource paste 為什麼它的resource paste 會是 一個可逆兒的東西 因為你的 你抓bundle的時候 到main為止是一個bundle物件 是一個bundle物件 你抓bundle的時候 你那個bundle 不一定會有resource paste存在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的是main 所以 基本上我們可以確定 它的這個resource bundle是存在的 而且 我們是可以存取的 可以取 但是不能存 我們可以讀 所以 我們這邊都用驚嘆號處理的意思就是 雖然說它有可能是逆兒 有一些情況 有一些情況 有可能會產生是逆兒的情況 或者是 有一些情況 這一行 就有一些情況 有可能會產生 無法讀取的狀況 但是在現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 加上驚嘆號就是表示 在設計上面 我們確定這個東西是可以用的 我們就加上驚嘆號 可以讓程式碼看起來比較簡潔一點 等一下我們還會講要怎麼做才是安全的 現在這樣做其實 雖然說我們心裡是肯定的 但是 送出去心裡還是會有一點毛毛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怎麼做才是最安全的 這邊是第一階段 好 contain of directory 拉出來就是 這個資料槳裡面所有的檔案 好 我講了一個小時 第一頁還沒講完 就覺得這個東西資訊量有點太多 好 所以這邊拉出來這樣就沒有問題 prefix的話就是 他這邊抓 我們所有檔案開頭都是 nssl 如果他沒有做這件事的話 這個東西應該說 如果放棄其他東西他會讀到 程式碼的部分應該是不存 已經不會複製到那裡面去了 並且就消失 對 這個我沒有確定過 大家可以去讀讀看 待會我們可以講 他怎麼把這些東西存出來 這樣子 他現在是寫到回圈 接著 這一段我剛剛講過 late就是常數 然後 這邊 String就是他的那個String array tried 剛剛我們也是講過 對fault回圈講一下好了 fault回圈的話 他這item是從這裡來的 對啊 因為他的那個 他原文的資訊量其實就蠻大的 所以我讀得很慢 讀了一整天 才讀完一篇教學而已 這個是他回圈的形式 稍微先記一下就可以了 後面是 整個 array 前面是取出來的物件 他取出來的物件 他會自動從array去判斷他的形別 所以 所以這邊我們不用特別去宣告他的形別 他出來就是一個String 我們可以看得到 item是String 然後這邊就有講 所謂形別的東西 我們剛剛有講 混號是什麼意思 驚嘆號是什麼意思 好 那就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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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來 在viewDidLoad上面加上我們的變數 有啦 我覺得慢慢大家就會習慣這個步驟 步調然後我們就可以變快 他就說加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picture 它是一個 String的array 而且 我直接把它入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String的 空array 它是等於喔 它不是叫冒號 它不是宣告它的形別 它是把它的實體直接入出來 跟剛剛我們做問號的方式不一樣 可以注意一下這邊 可以注意一下這邊 往下 這裡 跟JS一樣 把JS用push 如果是array的話 我們要加東西到最後面 叫做append 往後面附加 JS叫做push 在suit我們用append 好 這個步驟最後呢 到最後了嗎 記錯了 把它印出完 對 真的最後 我有讀過 超認真 好 那個 這邊印出來我們可以跑一下 就可以看得到 下面會跳 等一下會跳出那個 我們所謂的console 就是 算console嗎 叫log好了 應該是 log console在這裡 會印出來我們的所有的 JPG 因為它有prefix開頭這樣子 讓我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swift的話 有時候錯誤訊息會消失的比較慢 所以其實 有時候要有一點小小的耐心 有啦 就是為什麼它前面要加prefix 我們這邊做一個實驗 就知道了 其實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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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部 如果你不去加那個 這個filt的話 它會全部列出來 ok 正夜完了 我們再commune一下吧 這個步驟叫什麼呢 對 我們這邊 暫時就先在本機 還沒有做remote 對 你要做remote 你也可以在這裡設定 我看一下喔 通通 這裡拉出來 然後config 就幾乎 可以把它當作是 讀入的filtime 我倒是覺得那會比較麻煩 從字串上面可以判讀就判讀 因為 你要讀filtime 你要把檔案 read的進來 不是嗎 可以判讀但是 那樣做是沒有效率的 這邊可以add remote 可以自己去加 但是我們這邊不講 好 好 接著 我稍微會慢慢快轉一下 首先因為我們需要一個list 所以我會需要把原本view control的 簡單就是view control的替換成 table view controller 然後呢 會到main storyboard 這邊稍微提一下 有一個小重點 就是 這篇教學呢 建議我們 把左邊這一塊 有人如果 展出來之後看到 storyboard點進來之後 看到這樣子的話 這邊 左下角 這個東西 點了它就會 跑出這個東西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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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upger 不是那個 因為我平常沒有在 注意它叫什麼名字 突然間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有人知道的話可以給我的提示 因為我現在又要找它 等一下 應該在這裡看得到 有了 叫做 Document Outline 先建立一下共通語言 Document Out 這個東西叫Document Outline 就是它可以秀出你所有在這個storyboard裡面的 所有的元件 所有的元件的上下層關係 當你的元件開始複雜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上面壓下面下面 你會造成說你很難去點到你真的要點的東西 這時候你會很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它在寫書 它也是希望在這邊操作 反而會比這個storyboard上面的操作還要容易書寫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操作 刪除 新增 新增會拉到裡面來 這邊 我們先我們先點到這個view control把它幹掉 然後呢 這邊又講一個object library 就是剛剛它 我剛剛跳太快跳到這邊object library 在這裡 它這邊本來是請你從上面去nevitation出來 不過這邊畫面上面就有我們直接從這邊點 如果你的Xcode沒有旁邊這一排呢 表示你的 右上角這個地方沒有打開 一打開你一定可以看到這一排 然後不管點到哪裡去 上面不管怎麼點 一定可以看到右下角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點 然後我們需要 拉一個tableview control了 這個東西非常的長非常的多 有時候東西不好找我們需要一些關鍵字 譬如說直接打table就好了 你就會可以看到一個tableview control 不是tableview tableview你是拉不進來 tableview control是可以拉進來的 tableview control是可以拉進來的 然後這邊的話 太快了 有點 這邊 剛剛我們在不管在哪裡 這一個地方叫做 identify inspector 點進來 主要要設定的是 class 必須要讓這一塊 view control跟我們的 view control 進行 就bind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 填上 它要跟哪一個 view control黏在一起 它可以配對的話 它剛剛在打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在打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提示 它就會有提示給你 你就直接按 那你確定它是對的 你就按 但是這個時候 有一個步驟非常注意就是 欸不對 回到這個 attribute 就是你的 這個view control 你要點這個view control 點到裡面去 設定就完全不一樣了 點在外面 然後呢 一定要勾這個 你會發現多一個箭頭出來 表示 我的 整個app的流程 從 應該說讀入這一張 Storyball以後 我的第一個 view control應該是哪一個 由這個箭頭指定 也就是這個打勾 就是 再來呢 我們的app在跑的時候 需要一個導覽 navigation 也就是說 常常我們看的那個 把它拉出來 你們就會比較清楚 再做一次好了 就有點太快 點到我們 view control了 edit embed in 點進去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initial的那個view control它會自動跳到這上面 然後 並且 導到這裡面來 你就看到上面有多出一個navigation bar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上面有一個開頭 然後旁邊有 有back的那個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常常叫你去看你的 手機的設定 手機設定app裡面就是 設定app是哪一個呢 設定app是這個 這個 就是上面這一排 設定這一排叫做navigation 剛剛我們做這件事 就是幫我們之後的所有的 要做導覽的view control 加上這個東西 利用這個東西來做導覽 好 往下 這邊有一些快速鍵 像剛剛 快速鍵的話 大家可能之後 有興趣你們可以來爬一下這個文章 我這邊就 因為講太快 我帶過去以後 你們也不會記得 我是說真的 ok 而且這個東西 垂手可得 不用快速鍵直接去點就好 好 這些東西 剛剛這裡就動作 通通都做過 好 回到我們的view controller 所以 view controller 雖然說它已經 繼承了 UI table view controller 也就是說 它已經有了 剛剛我們看到setting裡面 setting裡面的這個view 類似這樣的view controller 基本行為 但是 它的 資料量 它 預設是0 就是 它原本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 你就算有了一些 基本的行為 它依然不會顯示資料 所以我們要先跟它講說 資料顯示幾筆 就是從這裡來的 這邊我不複製 我直接用coding的方式給大家看 其實 override的也沒有 大家想像可能會不好寫 可是override沒有很難寫 在你熟悉一定的程度的文件以後 你就可以猜得到說 我要number of rule in session 這個方式 我直接打number 我就可以 自動提示很聰明 它不會從第一個字抓 甚至我打 no 啊 沒事 這樣應該是不理了 太簡單 number of 這邊 我打錯字了 我直接n n-u-m-o 它也可以幫我找到我要找到的東西 上面的這個東西跟下面這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上面是表示有幾個session 我們看一下什麼東西叫session的概念 雖然說 這篇教學沒有特別講session 這邊session的話 你現在看到幾個幾個一組 一組就叫一個session 一組就是一個session 一組就是一個session 這是session的概念 那一般來講 UI table view control 或者是 你預設它就是一個session 你不去指定session數量 就是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不用特別去指定它 我們指定有幾個 如果就可以了 我們有幾筆資料 那這邊return pictures.com 就是 pictures.com 這樣子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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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些東西就是我在講的東西 好 Function裡面你會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 但以往我們寫一些程式 一般 像Java C啊 或者是JavaScript也好 你都不會看到Function裡面有一個這個東西 底線 参數前面加了一個底線 這個東西 因為在SWIFT裡面它的Function有一個特性就是 我可以為Function的參數 標上標籤 就是標上它的名字 我們直接來呼叫這個 我寫一個Function好了 叫HelloName好了 如果我沒有前面的那一條底線的話 我們來試呼叫一下 隨便找個地方試呼叫它 HelloName 你會發現 Hello後面還有一個Name冒號 就是我說的 我們可以為 變數標上它的 就是外面看到的呼叫者 就是我呼叫的時候我要看到什麼名字 我們可以標上 然後後面才是真正的我要傳參數 譬如說MOS Lewis 這個就是沒有加底線 如果我加上底線 我的呼叫就不需要標籤 差別在這裡 這有底線的用途 另外一個形式 它有另外一個形式就是 又有標籤又有內部變數名稱 這個就是給Function內部 Function內部是用Name Function內部拿不到To這個東西 To是給外面用的 HelloTo誰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這個東西就是這麼來的 這邊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好 然而這個Function我們也不用 我們也不會自己去呼叫它 它是由UITableViewController去呼叫的 我們只需要知道我們要未回去一個INT就好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要講一下那個 那個 Gepc 這個 funk 預設回傳 形別叫做void 如果我的funk abc void 這加回傳 這是回傳 int是回傳 void就是不回傳 如果是 void 的时候可以不写 所以你看到没写的就是不用回传 没有写的就不用回传 这个 function 后面就有 int 接着我们要稍微讲解一下 TableView的一个机制 这有点短 没关系假设它很长 假设它很长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list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边list的物件 list的项目往下有1000笔 往下有1000笔的话 TableView并不会真的产生1000个 RAW 手残 它不会产生1000个RAW 它只会产生看得见的123是大概12个到14个 12个可能萤幕长一点我们假设有到15个好了 它真正会产生的RAW只有这么多 或者到16个超过萤幕 超过萤幕多出一两个这样子 当我的RAW消失在萤幕的 消失在萤幕的边缘或者是从萤幕出去的时候 刚刚那个generator出去了嘛 这generator出去以后它会进到一个Q 就是说我这边出去以后它就会被抓到一个Q 不是释放掉 它会把它丢到一个Q里面 Q突然就不知道怎么翻它 然后呢就会透过我们等一下要写的东西 我们先知道它会丢到Q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call 我们先把它丢进来 TableView有一个方法叫做Q DQ就是从Q里面拉出来 然后reusable sale picture picture等一下这个 我刚刚忘记做一些事情 回去补一下 我们先知道DQ是从刚刚我们讲的 丢进去Q里面的东西拉出来 而这个东西是丢进去以后 你可能Q里面有很多种的 很多种的sale 你可能有 你可能有那个形容人类的sale 你有可能 拿到盗版 什么拿到盗版 哪里 不懂 传错 传错 传错地方 应该是错评 我们刚刚忘记做一件事情 这边 TableView点进来 有一个TableView sale 对啊 TableView sale 这边的话我们特别 我特别推荐 特别推荐 在那个Document Online里面选 因为它里面还有Content View 你要往里面摆东西的时候 就会 里面的东西又不好选 在这边选会特别好选 我们点到这里 它这边有个Identify 在这个 Attributes里面 Identify 给它Picture 你有没有听错 复制贴上号 给它Picture 你有可能 这边TableView上面 有可能有很多的 Sale Prototype 就是你有不同的 你有不同的 资料形式要去 要去Preset 你要去Show不同的资料 或者是你的Sale里面 要装的内容不一样 有的要放图片 有的要放文字 你就可以去设计不同的Sale 然后你要给它不同Identify 它丢到Cue里面去的时候 对没错 TableView就是 TableViewControl送你的 OK 所以这个Picture 就要跟刚刚我们打的 这个Identify 要完全一模一样 对得起来 它才能够从Cue里面 拉到我们要的那个东西 然后要塞到哪一个Index去 就是你要塞到哪一个Session 哪一个RAW里面 IndexPath有包含了 两个重要的属性 一个是它在哪一个Session 和它在哪一个RAW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这边我看一下 有没有忘记设计的东西 Style的话 我们拉到Basic Custom的话就是 Basic你会发现它自动跑出一个Title 就是它里面自动有一个Label在里面 我们等一下要利用那个Label去显示我们要显示的文字 那Custom的话就是表示说我里面的所有的UR我要自己排 那个比较进阶 这边我们先用一般的Basic来做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会有步骤 会讲到Accessory Accessory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你的RAW如果旁边点进去有东西的话 我们建议加上一个Disclosure Indicator 就是旁边会多出一个灰色箭头 灰色箭头 让user知道你这个RAW是可以点进去的 那我这边就先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 这APP就是会先显示图片名称点了以后显示图片 我先破梗 OK 回来 这边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Title的那个Label 那个标签 然后它的文字 为什么Sale后面Label会问号呢 因为Label 不一定存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发现Sale可以很多种形式 它不一定是用Basic 所以它不是用Basic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TestLabel 有可能不存在 那这边它为了通用性 所以它做了一个Option 那这边比较特殊一点 我还是讲一下好了 就是 在SWIFT里面 如果我有一个Near 譬如说我这边做一个demo 我有个Near STR 它是Street 问号 代理Near 如果你以一般程式语言的角度去看 去后面加123 以一般程式语言的角度来看 这一行就会crash了吗 如果从Javascript的角度来看就是 Cannot call append of undefined 对 那这个东西在SWIFT里面比较特殊的 它叫做NearChain 就是前面是Near的时候 你不管后面做什么 一律回传Near 或者是没有回传的东西就变无效 所以我这边可以String1 等于它 实际上 你答错字了 实际上我这边如果printString1的话 它依然是Near 就是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它出来的话它不会有结果 OK稍微知道一下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就好了 那我这边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 去等于它也不会产生那个错误 但是如果把这个丢给别人 别人不接受利益的时候就会产生错误 我们先知道这个问号为什么可以写在这里就好了 好的 复制完以后 这边要回传什么 这边要回传一个叫做UITableViewSale 所以我们把Sale回传回去 结束 那实际上我们先Run出来看一下好了 BQ讲解过了 Pitcher我们就放刚刚所有的Pitcher的名字嘛 所以去拉它的IndexSpace里面的Run IndexSpace的Session永远现在都是0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Session永远都是0 那如果只有Raw在跑而已 所以就是0,1,2,3,4,4,5,6就是我们所谓的Array里面的Index 好就跑出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Accessory Accessory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要把图片显示出来 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 首先呢 我们为了显示这个新的画面 会需要建立一个新的ViewController 在哪里建呢 第一个在这里 按右键 New Fire可以 或者是 Zelift有个特性的 应该说Excode有个特性 我现在光标在这里 我选择蓝色的光标在这里 如果我去New Fire 一个New Fire出来 然后选Cocoa Touch Glass 不要去选这个哦 因为你选这个 不要去选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 比较需要制定的东西 你才去选这个 我们选这个 因为你要选这个 才能够跟教学一样 Detail ViewController 那底下呢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稍微测试 玩一下就是 它的Subclass呢 预设一定在ViewController 那它会跟你上次 新增的class 保持在上次新增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要注意不要 前面打完 它是前面打完Next 就按下去了 不要 你要看一下 稍微关注一下它 好 不要错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的是 对 这边有个功能很棒 它要帮你补完 后面的字我不用打 补完了 而且 上面的字它也帮我补完 所以如果换的话 比如说 TableViewControl它就DetailTableView了 只是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么长的名称 那就看大家的习惯 这边特别注意是 AlsoCreate XIV标勾 因为我们等一下全部使用Storyboard 建议class可以自己先复制起来 这个是我自己 小撇步 Create 记得我刚刚讲过光标的事情 你会发现档案会直接加在我刚刚选择那个光标的底下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每次新增完档案在那边整理拖来拖去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光标的位置 这个顺序是不影响Building的 所以有时候只是差在个人洁癖而已 那如果你写你的class太多 你也可以开很多group去管理它 这个都不影响Building 就是你不断的开group都可以 你可以开操作的group 你可以group里面要group 都没有问题 好继续 那个不是很重要 来到Storyboard里面 我们这次要拉单纯的UIV Ctrl拉进来 几个重要的属性 这边要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 在Outline的地方 点中我们刚刚选的 如果点错了你就会发现你点错 因为它跑到tableview去 所以这边记得要点对 但是我们等一下给它命名以后 你就比较不容易点错了 来到这里 这个identify 所有命名有关的这边Storyboard ID 我们给它detail 这是教学写的 不是我有特别的什么喜好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复制的那个detail可以打上来 这时候你就不会点错啦 你会发现你的Document Outline 它就照着你的class name上去 萤幕了解不会错 Storyboard ID是为了等一下我们要在call里面取用它 要给它一个名字 不然它会抓不到它 好的来 Image 我们需要一个Image View 来显示图片 那刚刚介绍过的Filt 因为元件太多了 你去里面这样撈Image 你去撈Image 就跟那个选择语系的时候 你要找台湾一样困难 所以我们打上Image 拉进来 我们希望这张Image可以完全服贴我们的画面 所以 记得这个在拉的时候 它这边会卡一下 但是你要拉上去 真的黏到顶端 黏到左下角 黏到右下角 布满它 但是这样做的是不够的 这样做只有在特定的手机 它真的是不满的 可是在其他的手机 它可能就是会有 就可能再大一点 或者小一点 小一点它就会突出去 大一点它就会 有漏洞 就是会填不满 所以我们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 Auto layout 来让我们的元件可以自动符合我们的画面 那通常呢 这边我看一下edit 我们点中 我们要做Auto layout的那一个 就是自动去布置我们的画面 应该不是说自动去布置我们画面 是我们设定好 然后它在跑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符合我们设定的条件 没有那么好自动 自动都帮你处理到有了 是有那个功能 但是在这边 就是Auto layout 就是你Auto layout 没有设定 你可以让它自动产生 Reset to Suggest 就是建议的 建议的约束 这边点了也可以 你会发现这两个选项长 名称一模一样 可是你稍微看一下上面的东西不一样 一个是你选中的view 一个是 所有的view 在detail view control里面 所有的view都自动设定 通常如果你点到这个 你大概就是要重设了 通常你点到下面这个 整个就会大爆炸 所以注意不要选错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view 所以不管点这个 点这个效果都是一样 但是你view开始要堆叠的时候 就会喷掉 那如果你小心谨慎 你不想要用自动 太不容易掌握了 虽然教学只有 那边教学只有写自动 但是我还是觉得 自动有时候 不容易掌握真的要的东西 我就会点这里 add new constraint 点出来 你就会看到四周围你要距离多少 我们只要000就好 我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constant有几个要点 这个就是看到右上角那个东西都是交着夹板 等一下再弄 我先把它清除掉 如果 如果constant见错我们可以做一个clear 清掉 但是 不要做下面这件事情 不然你会哭 做到下面 你按到下面这个clear 就是你整个view里面所有的元件都要重拉 重拉constant 选这个之后清掉 你目前选到那一个 不过 没事不要点这个啊 当我们讲autolayout 真的讲autolayout的时候 我们在细部讲autolayout里面的东西 也是啊 像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譬如说 我上下先故意设定就是没有问题的 我上下就是故意设定没有问题 那左右呢 我给它20 20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注意就是你的宽度 你的宽度跟你的边界跟你的装置的宽度有没有冲突 不能造成冲突 比如说我左右都要20 可是我宽度又要500 你就会发现有红线 通常有红线就是你有东西没有设定好 第一个冲突是这个 这个叫冲突 一种情况叫冲突 一种情况叫做 有条件没有设定好 比如说我只设定了上下 它还是红 为什么 一个autolayout 我们至少要确定一个view的 X位置跟Y的位置 就是它的水平位置跟垂直位置 都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 第二个是 它的size要有很明确的交代 这时候有几件事没有交代到 第一个水平位置没有交代 第二个 它的宽度没有交代 所以我这时候假设我补上宽度 它还是会是红 它还是红的 为什么 水平位置没有交代 所以记得该给清楚交代的 就要清楚交代完 那我们就补上 那上下左右都贴起以后呢 基本上 就刚刚我们说需要交代完的东西 都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就不会有需要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的问题 还有它的宽度高度的问题 又解决了 好 那这边的话呢 UIView 看一下content mode content mode等一下讲 我们先看它写到哪里 这个我们设定好了 好 那这边 这边 都是在讲 我刚刚讲autolayout的问题 autolayout的问题 那这边的话 对 对 然后 对什么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个选项 你要选哪一个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view 所以你怎么按都是一样的 好 那你autolayout设定上去以后 你也可以看到你选中以后 它周边会有四条 四条蓝色的线 然后往下呢 这些都讲过了 看一下 好 接着就是要讲怎么让 我在storyboard上面 键出来的一些UI的远键 要怎么跟call互动 快速键它就是叫我们压 压什么 Auto command加return 这个 一般我不会这么压 Auto command加return 你会发现 你的call会从右边跑出来 而且 而且 就会刚好 选中你 现在在编辑的 这个 view control 有没有 detail view control 我现在切到 view control它就自动 变成view control 这样子 如果你发现 它不会自动 切到跟你一样的 view control的时候 注意一下上面 是不是automatic 如果是automatic 那就 你可能要重看你的Xcode 因为有时候Xcode 它会秀走 它automatic 会跑出来 如果不是automatic 它可能是menu 如果是menu 你就把它改成automatic 有时候它会跳到menu 可是 你就手动把它改成automatic 它就跟着你的 view control 跑了 先确讨这件事情 压住你的control 不是commenu 压住control 建议放在头顶就好 放开 你这时候control也可以放开 也不要傻傻的一直压着它 给你的这个原先一个名字 就是在call里面你要怎么去 你要怎么呼叫它 你要怎么呼叫它 所以 哦好 这里 通通通通通 明白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左右 这样左右那个storyboard很窄嘛 你可以弄成上下 其实我比较习惯左右 我觉得 右边 这个 那个文件 那个教学都有写 我稍微顺序调整一下 这样ok 好接着 好 我顺便讲 如果连错要怎么办 如果你拉错了 拉错了怎么办 我们要跳到 你要先点到你那个view 或者点到你的view control 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 如果 convention inspector 点进去 你就看到 imageview有连在一起 有没有 把它先去掉 那当然刚刚没有 没有看清楚 没有连成功的人 就不用做这件事情 那你的变数 要砍不砍都可以 我们先砍掉 假设我们还没做过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的UI很杂的时候 那如果你的UI很杂的时候 我也建议从 Document Outline拉 我们要拉这个 就直接按住你的control 压住control 按得很安稳以后呢 压住你的滑鼠左键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拖它 它就会跑出一条线 如果没有跑出这条线的话 就是不对的 而且它只会出 它那个标点只会出现在 你可以放的地方 譬如说我要放到方权里面就不行 你可以放在任何方权外面的地方 没关系我手也会抖 OK的 选好地方以后 看你要先放开你的左手 还是先放开你的右手 或者两只手一起放开都可以 OK吗 看个人喜好 好 这样子就连进来了 所以因此 我们讲解一下 IB Outlet 表示说这个东西是从 IB就是Interface Builder 简写叫做Interface Builder 就是从这边来的 然后Wik呢 我觉得 Wik先不要讲 你们只要先记住 从扣签打完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我做一次 从扣签打完的动作给你们看到 就是各种变化都来一下 反正新手向 拿掉以后 你会发现前面的那个圈圈变成空心了 表示它没有跟任何的UI连线 如果你可以这边打完 然后你就把扣关起来 做什么事呢 我们从 ViewControl 压住你的Control 一样拉 你可以拉到 ImageView 放开 你就可以指定 我这ImageView 是ViewControl 里面哪一个Outlet 我选ImageView的Outlet 它就连起来了 我就不用在 扣跟 Interface Builder之间 做拉动的动作 我直接都在Interface Builder 就可以拉了 这是选项之一 这是选项之一 就是你们 刚刚有人 刚刚那个 刚刚讲的 先在call里面先打完 這樣OK吗 你就是照着这个形式打 IP Outlet 之后加上Week 然后加上Var 然后用Option 的进展套 就记住这个形式 这样子 有解决先打call再拉的问题了吗 好 对 如果你这边想要加问号 你当然可以啦 只是加问号以后 你每次要使用它 都要加侵探号 比较麻烦一点 这边先请大家先记住这样的形式 就是IP Outlet 后面就是加侵探号的 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讲解 侵探号问号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有讲侵探号是在干嘛 可是 其实这边有讲的是 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 好 这边 IP完了 下一个步骤要准备 从TableView点了进来 看到图片 来卡密一下咯 下一个步骤叫什么 接下来呢 他有讲到一个 底的Select RAW 在这个ViewController里面 我们去做侦测 User去点哪一个RAW的标准备 你的Select Select RAW AD 这里 看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OVERRIDE 对 这边 借个机会顺便讲一下 在Xcode里面 你看到红色 然后中间有一个白点点 红色出现白点点 表示 你这边有写错 O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你 你怎么改比较好 O 的感觉 所以你去点它 他就自动跟你讲 你应该要怎么修复它 修好就没事了 不算BUG 它是语法 语法的问题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A 然后等于123 并且A Append 456 这种事情的话 他也很聪明的跟你讲 诶 你这边的语法有错O 但是我有办法帮你修O 所以你点了它 它就跟你讲 你的Late要改成MAR 那如果不能修的话 它就不会有白点点 它就直接给你个XX 就是这样 它叫我们先去DETAIL VIEW CONTROL 里面加一个变数 这时候问号都出现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我不一定会传进来 就是 我点了图 这个图不一定会存在 所以我这边用问号 可是其实这个CASE 其实它是可以用精探号的 其实目前他教学的这个CASE 是可以用精探号的 好 这个东西呢 放在DETAIL VIEW 是因为我们从前面的List 点了它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 把点了哪一张图 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我们才可以在 VueDed Load 之后呢 去做 Image View的图片设定 就是要先设定了这个图 以后我们才可以去 塞图给Image View 为什么我们不再 例如 那个 DETAIL 等一下我们会 New它嘛 我们会 New这个DETAIL VIEW CONTROLLER 为什么不 New它以后 就直接 对它的Image View 这个Property 去塞图呢 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 把我们的VIEW CONTROLLER 如果还没有经过 VIEW DEDRODE的 这个 Life Cycle的时候 Life Cycle的时候 它所有的Outlet 都是Near 它所有的Outlet 都没有东西 所以你在New 我们 New VIEW CONTROLLER的时候 其实 Image View 是Near的 是不能做操作的 OK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 New New完DETAIL 又直接对它做存取 我们可以对变数 可以对 除了UI以外的东西 我们可以建个变数 先把它存在里面 在VIEW DEDRODE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 去操作它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变数 就是这么来的 里面呢 就巴拉巴拉巴拉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Try 它这边就在讲 问号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试着这么做 但是 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不要做 这样子 然后 讲到一个叫做 等一下 这边还没有 回来回来回来 好 这边比较 复杂一点 他讲了蛮多的 我们先看Call 我们从Call讲 首先 又是一个 新颖的语法出现了 If late 算是比较像SWIFT的特殊 比较特殊的语法 我们先不要看EF 我们看Late 看这一段就好 先当作乙符不存在 首先 VuControl如果从StoryBall里面 Initial出来的 或者是原本就住在StoryBall里面的 它都有个属性 应该说VuControl都有个属性 叫做StoryBall 就是可以去拿到我现在住的那个StoryBall 的参考 那如果我不是住在StoryBall呢 我们刚刚有看到 件VuControl是 它可以跟XIP住在一起 所以它不一定会依赖在StoryBall里面 所以StoryBall有可能不存在 所以它是个未知 它有可能是Near StoryBall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 Instant 我会念那个字 反正它就是实体化 我们的VuControl 你只要指定它 我们刚刚有设定一个StoryBall ID ID对了 就会Initial出来 如果ID错了呢 它就会是Near 嗯 不对 ID错了 它会 ID错了我想一下 我记得ID错了应该是 回传你了 哦对 ID错了它会先 那个在Console里面给你一个Warrior 说你它找不到这个名字 那个VuControl了 然后回传你了 这边后面是转型 我们先知道这个后面是转型 转型是在 Java里面的转型是写在 写在那个 写在那个 运算 运算的前面码 括号什么东西 转型嘛 在Swift里面的转型是写在后面 24 什么东西 但是 Swift里面的转型不能单纯这些20 你要决定 你这个东西是要 硬转还是 你要硬着来还是要软着来 如果你要硬着来就是 侵探号 你只要看到侵探号都是比较硬的 看到问号都是软 你要硬着来软着来 那如果你要软着来就加问号 然后detail 就是你要先转成 它这边实体化出来 永远都叫做UI ViewController 永远的行笔也都是UI ViewController 所以你要知道你出来的东西 你要解包成你的 ViewController 你才能够在里面做使用 这一段的话 它在这个文里面它是写 这个Function只是帮你去把 ViewController的那个封装拿过来 它并不会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它都会一律用UI ViewController封装它 那后面你要自己解封装 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不管以服的部分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软着来就是如果我转不过去 就会变成怒了 就会变成腻了 转不过去就会变腻了 好的 好的 然后呢 加上以服什么意思呢 加上以服就是 我只要后面这一段 等于右边 等于右边 如果是腻了 等于的右边如果是腻了 里面就不会执行 等于的右边如果不是腻了 不是的时候 它的值就会附在前面 等于左边的这个变数里面 并且执行 里面的call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 加精叹套那些不安全的写法 解套的方式就是用if let 这样写 不但在里面不太需要再写 你看这个VC不用问号 中间都没有问号 然后pitch什么都没有问号 在这一段 这一行call就安全 完全安全 我不用在一堆精叹套这些东西 就最多里面不会跑 也不会有 arrow 这样子 那if let 当然你也可以写else 有if 当然可以else 就是上面的东西 不成立的时候 你可以做其他处理 那这边它是选择 如果上面的东西 没有办法执行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做 那我们的回到view 它有view control的码 拿那个navigation码 所以 它可以透过navigation control 取到它现在所在的navigation 为什么是问号 跟storybow一样 它不一定住在navigation里面 但是我们这边只是要做一个ation 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确认navigation 什么存在 而且实际上我们脑袋里面知道它是存在的 那这个东西的动作呢 意思就是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点了以后它会推 推 这个东西叫push 你看到这个动作叫做push 它是用push的方式 push跟pub 就是stake的那个概念 那个先进 后进先出 就最后push的最先pub出去 不知道吗 好 那这边的那个selective selective的image就是我们刚刚宣告的那个东西 好 那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先从storybow里面把 叫做detail的 那个view control 叫出来 并且把它转型成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行别 照理说应该不是 ui view control 而是detail view control 所以我们把它转型成 detail view control 并且对它的selective的image做负值 然后把它push进来 好 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 这边 这边稍微小小的 这边一样 view the load 如果我的selective的image是存在的 就等式右边是不是near 就决定里面会不会跑 等式右边 是不是near 决定里面会不会跑 那右边有 就会附到前面 所以会跑里面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对imageview的image负值 塞东西进去 到这边为止 我们的程式 已经可以跑出个 所以然来了 还缺一点小东西 就是它后面收尾的动作 就是它后面收尾的动作 然后就看到了 眼睛比较锐利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觉得 发现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虽然说我目眼看不出来 但是 但是那个照片的比例全部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 照片的显示模式做一些功课 我们切到storyboard里面来 并且选到我们的imageview 回到attributes 里面 看到content mode content mode 在imageview上面特别常用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 整比例fit 整比例便且 符合边框 就是 这个我觉得用口述的不如直接跑出来给大家看 比较快 现在我们选择的是fit 我们来看一下fit是什么样的view 就是说我可以看到整张照片 但是 它就是顶到 如果它是长的照片 它就顶到上下 如果它是横的照片 它就是顶到左右 顶到为止它就不会再放大了 等比例 有没有问题 再来就是fear 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两项 fear的话就是跟刚刚不一样 就是 它会等比例 放大到填满 整个画面为止 对 满板 所以它旁边是切掉的 可是当我们fear的时候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退回去的时候你会看到 哪里乖乖的 哪里乖乖的 有没有发现哪里乖乖的 不是lag 就是 它在动画处理上面 它的 Image 其实是 已经超过它的范围 可是它还把它显示出来 照理说我们的图片只要显示到这边框就好了 它把 以外的东西都显示出来 导致它动画的时候它没有去 对它溢出 所以我们需要勾选这个 Clip to Bounce 选择以后它就是只会显示 我这个框框里面的范围 以外它就不去 render 所以这两个属性 Clip to Bounce 和Content Mode 在Image 去view里面超级常用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多 去玩玩看这几个属性的变化 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样就正常 这样就正常了 好 现在就缺几个小小的东西 第一个 没东西 没太多 第二个没东西 没太多 对 再补个小小的 如果我们上面这个东西 其实你可以看到半透明 后面还有照片 我会希望看到所有的照片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使用者可以看到 我的全部的照片 这会用到那个 NavigationView里面一个属性 叫做 HideBarOnTap 但是 这边为什么会有两个地方要做设定呢 我要讲解一下 在view显示之前 跨到显示的时候 我把HideBarOnTap 改成True 那后面呢 为什么我离开 这边是 view要 消失的时候 disappear 就是反的 要显示的时候 要消失的时候 再把它改成FORCE 因为我们回到 回到 这个view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我点到 我去点到里面的东西 它会不见 因为我去点table的话 它不见的话 它会直接刷掉 然后就会 就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Bug 所以我离开 离开这个范围的时候 我希望它就不要再生效 所以 在这边的时候 会去补一个 disappear的时候 要把它disable掉 最近天气 很不稳定 然后前阵子 我才感冒完 现在又好像有点 点一下 看到所有的图 舒服 点一下 好 我可以回去了 点一下 看到所有的图 点一下 回来 这一段程式码就是这样子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 没有作用 我点 怎么点 我怎么点 怎么点 它就是不会不见 最后 把两个小小的地方 补上去 开头 我懒了 我就不自然 在vuted load 做就可以了 好了 可以QA了 有没有问题 还好 没有超过很多时间 我点什么图 43 它进来就显示 43 点进去它就显示 然后这贝壳 会显示我前面的这个名称 好 结束 有没有问题 如果要看它的装案 其实我不用传装案 因为它的装案 这边都 看看我们download下来的东西都有 你们可以直接看它的装案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吗 大家要睡觉了吗 明天放下来可以不要那么早睡 哇 我等一下还要帮帮帮帮忙 弓ico1很低的装案 还有我想说我可以跟她说 sal Al QA сделать我成为 决定了我要睡了 明天再 Bright Far 今天加了兩個小時,辛苦了 他資訊量太多了,一天下來很多東西可以講 不過我覺得慢慢follow上去是後面可以慢慢推比較快 就沒有需要講解那麼多東西的地方 好,那我們先把麥克風打開來幫莫斯鼓掌一下 謝謝莫斯這個很精采的入門教學 謝謝莫斯 好,那我們就早一點休息好了 那個假日一定要睡飽飽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問你再討論吧 對,禮拜一再討論 好,感謝莫斯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